有这个勇气吗 分开之后再追求你 用更好的你的自己 然后再重新追求你女朋友 有这个勇气吗 有 我想问小猪一句话 因为我们说婚姻的前提是感情 对吧 我希望你呢 不带任何的赌气 不带任何的 这个我们说叫做掩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老周还有感情吗 别马上回答我 想一想 是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有没有可能推迟一下婚期 给他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给他观察期 就算是给他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一次是太多次了 以前我们到法律事务所都写过的 都已经写过这些东西 你知道他最后怎么样吗 逼着我把那张纸拿出来 他当面把那张 他自己那张协议书撕掉 逼着我拿出我的那张协议书 然后再撕掉 所以说跟他写保证书是没有用的 小猪 我觉得现在其实主动权是在你手上 因为就像各位老师说的 你面前的周先生目前 就算你不相信他 他也只能是再给你承诺 说他会改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都不再相信他了 没办法 我也帮我再相信 那周先生 如果朱女士就是铁了心了 要跟你分开 咱们今天也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把话真的说清楚 送给他的房子怎么办 车子怎么办 还有你们的那些钱 二十万的债务怎么办 钱都要还给他 房子我肯定不会要的 我既然改他 肯定不会收回来的 朱女士 你现在的诉求 还是坚持要跟他分开吗 那周先生 你还是坚持要跟他在一起吗 我看看他吧 真的我希望他能跟我在一起